在大陆居住台湾同胞 在大陆居住台湾同胞的疫苗接种工作启动以后 各地台胞积极响应 踊跃报名按自愿原则和同等待遇进行接种 据初不了解和不完全的统计 仅头两天时间 广州市深圳市自愿报名接种的台胞 就分别超过了350人和130人 截止25号福建省以接种疫苗台胞1807人次 截止26日江苏省已接种疫苗台胞4906人次 截止27日北京市浙江省已接种疫苗台胞分别为1836人次和1072人次 上海市台胞已接种疫苗3385人次 随着各地接种范围的扩大 接种工作的深入会有更多的台胞 资源接种 我们希望看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 随着疫苗接种的不断推进 两岸人员往来能够足部的恢复正常 我想这个事情是一个科学的事情 还是要经过科学的评估 因为这个大陆为了确保两岸民众生命健康福祉 而采取的科学和必要的入地防范措施 但是这跟疫情发生以来民进党采取的包括禁止大陆居民护台等一系列歧视性政治性的限制是有根本区别的 所以我们认为台方应该尽快的取消不合理的限制 那么让两岸的人员往来能够足部正常的恢复起来 疫情发生以来 大陆对台湾投票来大陆没有采取任何一项限制措施 是吧 你们都可以自由往来 那不过就是来了之后 出于维护你们和其他人健康的需要 需要有一些隔离的措施 所以是谁在疫情之后造成两岸人员往来的中断呢 显然你们都是心里明白 是民进党当局干的事 解铃还去吸铃人吧 你把这些限制测熟就行了吗 拿一些象征性的所谓这个泡泡那个泡泡 那不是治本之策 所以我们的态度非常的明确 解铃还去吸铃人 谁把门关上的 谁应该把门开开 4月27日 厦门市公安出入境管理局 台胞台企服务站在厦门的台商协会正式接盘成立 为台胞集中办理五年期的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并指导台湾居民在下办理展驻登记和居住证 办理大陆定居的相关手续 还不定期的注点为台胞台企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这一举措将为广大台湾同胞来厦门投资新业 居留生活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 体现了厦门有关方面 落实同等待遇 先行先事 打造台胞登陆第一家园 将有力的促进 下台两地的融合发展 简单的讲 中央层面有这样的政策 对这样的做法是鼓励的 那么福建厦门先行先事 愿意做出这种尝试 我们当然乐观 更多的地方能够进一步采取措施 为台胞台企提供更便据的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